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妙招牌 每天分享使用的香料装 偏偏在厨房草菜上 油盐味肯定是比较重的 这个时候家中肯定会买上一个油盐机 那么油盐机西部油盐多了 油槽里面费油也就变多了 很多朋友都会将来倒掉 其实呢 费油在生活中有个健康的用户 可以来看一下吧 接下来直接将油盐机下方的油槽取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油槽里面有很多的费油 接下来直接倒进碗中 就可以将它利用起来了 费油的第一个妙用 可以用来清洗油盐机的油污 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油盐机上面油腻是非常厚重的 非常难去除 这个时候就会直接利用百结布 沾取适量费油用来擦拭 大家可以看到 轻松一擦拭 轻松溶解一些油腻 这是利用油与油支援溶解净 可以让油盐机这边油腻呢 轻松溶解 我们接下来将整个油盐机 全部擦拭一下哦 它这差不多 接下来呢 直接利用抹布 将整个油盐机擦拭干净 只搭开最后的效果哦 利用抹布 将整个油盐机全部擦干净 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的油腻 利用纸巾来测试一下 纸巾上面没有任何的油腻 大家下次也会使用上这个方法 让它清理油盐机上面油窝 第二个用来润滑荷叶 同样的帮哦 像平时家中的门 如果长时间没使用的话 上面很容易生锈 其实根本不需要更换门 这个时候 这个直接利用棉签 直接涂抹适量的肺油 涂抹在荷叶轴上面 因为肺油呢 还有一定的润滑作用 同样呢 还可以防止荷叶轴生锈 下次开门的时候 再也听不到 想象非常不错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哦 第三 像很多朋友家里 有养胖的话 也可以使用上肺油 当作一个花肥来使用哦 直接将肺油倒进 花草的土壤里面 因为肺油发酵之后 就可以形成很多的营养成分 给花草提供养分 同样还可以调节 花草的缩软程度 这样呢 就可以让花草身上更好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哦 肺油要不要让大家都学过了吗 一下子也可尝试一下 是不是非常简单实用呢 赶紧分享出去 我们先再见 好看是